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风起洛阳,要来了 王一博黄轩宋倩联手破案,大片质感太绝了 11月24日由王一博、黄轩、宋倩三人连妹主演的电视剧 风起洛阳,官宣定当12月1日 让一众粉丝期待不已 要知道,风起洛阳,从官宣选角到演员范围等都曾一度掀起了很高的讨论度和关注度 此番官宣定当,对翘首以盼的观众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 这部汇集顶流亡一博 实力派演员黄轩以及人气明星宋倩的电视剧 无论是演员阵容还是制作班底 小说IP来说都是王诈爆款剧的品项 此番定当播出,12月必定会罢评网络 横扫一片 一,流量,大IP双强联合 风起洛阳,从演员阵容和剧本创作首先就占据了先天优势 风起洛阳,根据马伯庸作品改编 此前他创作的《长安十二时辰》 古董局中局,不仅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 改编成电视剧之后也收获了不俗的收视和口碑 马伯庸擅长悬疑题材 而,风起洛阳讲述的就是黄轩饰演的不良帅高炳竹在自证清白过程中 与王一博饰演的白礼弘异 宋倩饰演的那位思悦联手断案的故事 剧中涉及大量精彩分成的悬疑剧情 能够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剧情里跟随主角一起抽丝剥茧 过意把福尔摩斯引 此外,风起洛阳,除了黄轩,王一博,宋倩三人领衔主演 宋毅,永梅,刘端端,高暑光等人的加盟 无疑为这部剧增加了更多可看信 流量明星与实力派演员相结合 好的剧本,好的制作团队 热门的影视剧题材,想不被期待都很难 二,大片质感 从风起洛阳,官微放出的预告片来看 风起洛阳,整体质感都属上成制作 无论是打斗,画面,特效制作等都不无透露着电影大片的质感 每一个细节看起来都很精致,肉眼可见的用心 而预告片中除了展现三位主演在剧中的角色 悬疑气氛烘托的也十分到位 通过预告观众感受到神都隐藏势力的庞大 按键盘根错节,波轨云诀 主角团无疑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从三人都想以身作而来看 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真相 还有守护天下苍生的大义与使命 整部剧的格局一下就被打开了 风起洛阳,无疑是一部拥有大格局大思想的电视剧 只要剧情足够精彩,利益足够鲜明 出圈一点也不难 三,演员演技不拉胯 黄轩从出场就透露着一股霸气骆驼 眼神犀利武力直爆棚 不自觉会让人想起雷佳音在《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进 当然,同为不良帅 又是同一个作者创作出来的人物 他们身上自然会有一脉相承的气质 王毅博饰演的白李红衣一席白衣出场 没有文弱书生的雷弱感 反而给人一种虚怀弱骨 胸中有秋贺的感觉 少年气与陈卓睿智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与黄轩的对手戏里 两人配合默契 不时还有逗趣的场面发生 比如在即将陷入激战时 高炳竹问白李红衣可曾打过架 白李红衣回答 与你打过一回莫名有些好笑 又能够让人感受到人物之间关系的增进 王毅博凭借陈情令蓝战一脚出圈 对于很多人来说 或许认为王毅博只是运气好 但从王毅博出演的影视剧来看 他在演员这条路上一直很用心 角色可塑性很强 也一直在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风起洛阳李预告片中 他的演技也自然不浮夸 没有拖后腿 而宋倩这些年演技 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 他早已告别了 邓大双眼表情浮夸的自己 而是开始向一个实力派演员转型 风起洛阳李宋倩饰演的思乐也没有娇弱感 剧中扮相干净利落身手敏捷 目光坚毅两男一女 全员智商在线 强强联手的阵容 无疑会为整部剧增加很多看点 对于观众来说 一些低又降制的剧让观众备受煎熬 风起洛阳的制作班底 没有将观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而是用心在打磨作品 观众在观看预告片的时候 也会信心倍增 即使不是黄轩王一博和宋倩的粉丝 也会愿意驻足停留 被剧情吸引 这对一部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肯定